來,進入到四十三條 四十三條 那麼,四十三條 大概 來,請 來 來,那個黃偉 那個四十三條的部分 是在列讓黨團所提出的再修正動議 是要去解決 我們現在在實務上面 所出現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什麼嚴重的問題 就是說 我先講我們基本的價值 一個法官如果貪污的話 一個法官如果貪污的話 不准 從納稅人這邊 再領任何一毛錢 但是我們現在的狀況是什麼 我們現在的狀況是說 行政訴訟程序 拖很久 那在整個懲戒 懲處的程序當中 現在雖然我們採取所謂的行程並行 但是大家實際上面去看案子 那個法官放到這種案子 自己都會搞事實上停止審判程序 什麼叫事實上停止審判程序 我也沒裁定停止 因為不構成裁定停止的室友嘛 我案子放在那邊睡啊 睡兩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啊 案子就在那邊睡 案子睡以後說 我們有破例先把它停止了 先把它停止了然後繼續領半縫 那貪污欸 什麼事也沒幹欸 國家還給他半縫 我講一句不客氣了 納稅人是有欠你喔 你今天如果說好 國家還你 說整個程序還你清白 你沒有貪污受惠很好 你該有什麼權利有什麼權利 本來就可以回覆 但是如果最後認定是什麼 認定是說你有罪判決確定 或者是職務法庭 裁判確定 你有貪污的行為 那對不起喔 前面 停職時間所領的奉集 全部繳回來 你要把這個稱為陳玉珍條款 我也沒意見 我就沒有辦法理解 當初你們給陳玉珍停職的時候 憑什麼還發半縫給他 給他領多久啊 九年欸 那扛納稅人之凱 那九年他為了國家做什麼事情 什麼事也沒幹啊 每個月還要給他 那你如果說是其他的事情 我也就不追究 貪污這個事情 我無法容忍 那你說好沒關係 給你個案談判的空間 那停止職務的時候 要不要給半縫 然後掌握在你們手上的權利一線 那這個 我還OK 那但是一旦有貪污確定 不好意思喔 如果前面沒有給就算了 如果前面停止職務有給 每一分每一號 全部都要追回來 來院長 好來 請各位 那我 大家focus一點好不好 好來 四三條齁 第一項第二款 蚊子上面我們和實在是不一樣 對 這個大家先談一下 好 那我們認為蚊子可能比較完整 然後到最後一項的時候 有關於 貪污要 停止時間要繳回 請示範 來 你照 各種法律上 你答得清楚 來 請司法委員要不要說明一下 這個 這個當然 在想像上 既然是貪污 他 他就不應該受贏 但貪污前不一定是他 領的鳳擊 他有可能貪污沒有多少 但是判的罪很重 或者是因為案情 金額不大 案情複雜 所以拖很久 那現在呢 這個貪污確定以後呢 在停止期間給半薪 三次權勢不可提 但是基於生活上必須 你沒有給他那些錢 他可能就會沒有辦法活下去 那 現在 給他錢是為了讓他繼續活下去 他已經都 概念上就用光了 你要判決有趣又通通把他挖回來 這個 會不會影響到他的 那他不就不要貪污就好啊 那 那是兩回事 怎麼兩回事 貪污被人來 你貪污之後 他繳回來沒有錢 那是另外一個處置方式啊 我覺得你這個理由 講出去會被全國人民笑 貪污所得 你現在給他半薪 一般公務員 那貪污也沒有再繳回來啦 來 來 我們一樣一樣啦 第一個 我對於剛剛司法院秘書長所講 貪污可能也沒有貪多少錢的這種說法 我完全無法溝通 我完全無法溝通 我再說一次 我完全無法溝通 什麼叫法官貪污也可能沒有貪污多少錢 這個是司法院的標準喔 那個 這個是司法院的標準喔 我只是在說貪污跟這個 對啊 我完全quot的你的每一個字啊 我一個字都沒講錯啊 但是我覺得這種觀念 在這邊要講清楚啊 什麼叫做貪污沒有貪多少錢 你法官貪污就是貪污啊 不准再當法官去坐牢剛好而已啊 那第二個 過去所發生的事情是什麼 過去所發生的事情 我們大家打開天窗說亮話啦 就是ABC有貪污 ABC罪有貪污被抓到 判刑了以後 所有被這個法官判過的當事人都在問 欸啊 我的案子呢 如果我輸了 是不是因為你收對方的錢 只是你們過去在清查這件事情的時候 都跟大家講 沒有沒有 經過我們清查 前面的案子都沒有問題 我老實跟你講啦 我在民間社會聽到的是沒有人相信這種說法 剛好就這三個案子貪 這三個案子抓到 其他前面這個法官真的是非常的清廉 都沒有在貪 我們清查過的都沒有問題 我覺得這已經是嚴重違反了社會的經驗法則 沒有關係我們回來就事論事 標準還是一樣 就是 法官貪污 前面那段期間當中 停職的時候 我們講清楚喔 停職就是他們有幫國家做事 我錢把你要回來到底有什麼錯 那你說未來公務人員要普及 我也贊成啊 請你推動相關的修法 但是我就是看到陳玉珍的那個案子 我簡直不敢置信啊 史上最貪女檢 貪了那麼多 停止執行職務 然後每個月國家還花錢養她 我講這件事情 我到目前為止 我沒有找到任何一個人聽得下去啊 說國家的制度應該這樣設 來 是不是那個齁 前信部講一下吧 貪污是他當然是 全部被摸搜了 這個當然是 那怎麼立法都可以討論 前信部講一下 好 前信部在講之前 沒關係我只是 法官跟一般的公務員 還是不太一樣 不然薪水不會差那麼多啦 保障不會比公務員 公務員沒有福利那麼好啦 所以要講話要很小心的講 好 不好意思啊 這個會很小心講 那個我想 我想是這樣的齁 我們先提出來 就是依照 我們現在公務員的做法 公務員的做法 公務員做法是說依法停職人員 依法停職人員 先得發給半數之本縫 就是我們 黃委員早上提到的 那個是得制 也就是說那個有 主管機關 有權責去判斷 給或不給 那至於說賴其生活 那個規定是以前的規定 那公務員縫就好修正完以後 就是得的意思 這個這個 委員上次在委員會社裡有問過我 那也提過 所以這是得 所以它是發給半縫 發給半縫 那今天回過來就是說 我們真的我們那個黃委員 所提的這個 就是那個 最後一項說 實證法官 或司法院大法官有貪污行為 經判 經有罪判決 確定或者經執法領判 確定得 而受五十條第一項 前三管制呈現處分者 因缴為停職之間之縫擠 那個擠是多的 因為它只是本縫而已 它是沒有沒有其他 所謂的擠 依照那個公園縫擠瓦 第五條的規定 擠就是專業有專業加擠 職務加擠或地域加擠 但是在停職期間是沒有加擠的 只有本縫一項 或者叫年工縫一項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說我們的審職員 你們要通過這個規定的時候 那個擠一定要拿掉 因為它本來就沒有擰加擠 那至於我們條案裡面 就研條裡面有提到說 所謂三分之一那個部分 是因為第七款 它有時候經中華機關 衛生機關證明醫師 不能升任職務的那個時候 那種情況 跟前面其他情況是不一樣 才有三分之一 所以這個東西就 我們前期部就我們的業管部分的專業部分提出這樣的建議 說假設 假設這個條案要通過的話 那個加擠 以繳回停職期間所領之縫擠 那個擠一定要拿掉 因為它停職期間是沒有拿加擠的 所以應該是本縫 應該是本縫或年功縫 法官有年功縫嗎 是不是 還是這本縫 法官法 叫本縫嗎 就是那個縫 所謂 民宿長來 明天你要去被審大法官了 你要表現一下 這個東西 對於這個貪污的痛恨 我不下於任何人 我不下於任何人 從過去 從當檢案開始 我辦了多少的貪污 法官的貪污我已經講 我們都有那個被害人的感覺 我們一輩子認真清廉 能受到一些貪污法官的牽連 那我現在不是在談這個個案 我要談制度上要不要 如果大家覺得說無妨啊 法官貪污 你要把所有的都追繳回來 能不能火是他的事 因為他貪污了嘛 罪無可涉 我也沒意見 應該是這樣 就這樣 要簡密這樣就好了 對啦